中国它从几十年前到现在 没几年就要折腾人 而且执行一个政策 搞得全国上下是鸡犬不宁的 就是要么自杀要么疯掉 反正就是很变态那种政策 反正害死了很多人 我觉得待在中国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这是歪脑全新制作的podcast节目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 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 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大家好 欢迎收听歪脑的podcast 你那边几点 我是主持人泰格 今年的6月20号 是全世界的世界难民日 这一次我们歪脑 也特意请到了 两位和难民申请 非常相关的朋友 一位叫做Jeffrey 一位叫做Wilfred 两位好 大家好 你好你好 为什么找到Jeffrey跟Wilfred 两个人呢 实际上是源于歪脑 在去年的时候 曾经刊发过一篇 非常重要的难民调查的文章 作者是何佩荣 他在泰国访问了非常多的 亡命泰国的中国难民 其中很多人的经历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辗转 穿越丛林也好啊 跨山跨海也好啊 来到泰国 那么其中呢 就有包括 在中国没有身份的人啊 甚至包括呢 女性难民 同时呢 也有我们今天请到的 Jeffrey跟Wilfred 两位姓少数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呢 聊他们在泰国 作为中国人 申请难民的 这样一段经历 其实我们从疫情之后呢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不断地在外国呢 逃去申请难民 就包括像去年的时候 美国接收最多难民的人数呢 其实也来自中国 原因也非常多 可能有的是政治原因 有的是难以忍受疫情的原因 也有包括 所谓性少数 在国内生活艰难的原因 好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就请到 Jeffrey跟Wilfred两个人呢 和我们讲一讲 他们在泰国生活的状况 好 两位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Jeffrey Wilfred 你们两个人是一对同性伴侣 可以简单地介绍 介绍你们两个人的背景吗 然后什么时候来到泰国的 我们是2021年在一起的 然后是去年8月底 落地曼谷的 可以讲讲你们之前在中国的状况吗 之前 其实我和我对象 因为我比较善于表达 所以就跟我来说 OK 就是我们当时是在封控期间嘛 然后在一个微信群里面 都是同性恋的一个移民群 然后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当时我们在群里面聊 他就聊得很比较投缘 然后后面就无意中通过一个朋友的微信 发现了他的照片 就说 他真的好帅 就是很阳刚 五官很俊朗 然后又是受责那种 然后就感觉是我的type 然后我就主动跟他说我喜欢他 因为各种甜言蜜语 双宇宙的浪漫 就把他骗到我的家乡来 双宇宙的天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你们是在一个基督徒为主的同志移民群 这个群同时就包括了这三大特征 可以仔细讲讲吗 这个群主要就是在政治上清醒的 然后无法忍受就是说 在共产主义的专制下去 戴着面具生活的那种类型的 就是政治上清醒的同性恋者 其中很多都是基督徒 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群 大家就互相交流讨论 怎么去论出去 小心怎么样的审核审查之类的 然后就互相分享一些经验 前前后后就陆续有人已经论出去了 然后后面八月底又轮到我们论出去 所以似乎你们想论的原因看来很多 很多 可不可以慢慢讲一讲好不好 就是包括首先是你们的同志身份 第二可能是政治表达的问题 可能甚至还有你们作为基督徒的这些背景 所以方不方便就慢慢的讲一讲 分别讲一讲你们在这些背景上 所自己感受的那些过去呢 那你先说 我就是就说为什么离开中国人 为什么想离开中国人 逃离中国人 虽然说我的心比较大 就是虽然说习近平比较打压同性恋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什么 因为我就是做我自己 我不会对他打压我就会过得很难受很压抑 我主要是因为中国 他从几十年前到现在 没几年就要折腾人 而且执行一个政策 搞得全国上下的人都是鸡犬不灵的 就是要么自杀要么疯掉 反正就是很变态那种政策 反正害死了很多人 我觉得待在中国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今天他搞封锁 明天不知道他还要搞什么 让人觉得在中国很没有安全感 还就是我很不喜欢中国人的相处那种感觉吧 就是有利器 就感觉说可能哪一天你跟他 如果发生什么矛盾的话 他可能就一刀子会把你捅死 也不一定 因为这种事情 现在这个中国 现在这个社会上这种问题越来越多了 反正很疯狂吧 还有就是食品安全问题 基本上中国人都知道 但是呢他们也不愿意反抗 他们感觉就是温水煮平 自己也愿意接受这些东西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比较反骨 我就很不喜欢强者欺负弱者 所以我就是拒绝一切的极权独裁 不管是朝鲜还是中共还是哪个国家 一切的独裁 一切的强权我都不能接受 我很反感 虽然说我也是尽量地唤醒我身边的人 可惜他们好像觉得 好像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 没有打压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不关心 他们就觉得 我也没有必要想要逃出去 我曾经劝过一些身边朋友要逃出去 但是没有人选的要逃出去 我觉得待着挺好的呀 那我就想还是我自己走算了 对我其实刚刚Wilford说了很多挺大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更关心 我想Wilford你自己的生活之中 到底感受到了什么东西 才让你做这个决定 或者说无论是疫情也好 然后我知道你之前曾经在电子厂工作 这些生活对你来说 有哪些让你感受到你必须离开的东西 细微一点的话 就是很多工厂很压榨人吧 一个小时可能才几块钱人民币 这完全是不正常的 而且以前是没有把人当人看的 而且休息时间 他还会看不惯你要休息 我感觉在他们眼里 我们一个都是机器人 然后机器人他没有电 他也需要充电吧 还有细微之处也是吃饭 因为我其实对食品要求比较高一些 因为我实在是无法接受各种天杂剂 各种黑心的一些食品 所以我真的无法接受 我觉得在中国真的很难避免 我很难接受这一点 还有就是 我很讨厌中国人这种交际吧 就是说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我都受够那种 就是过年的时候要拜年 就是要去给长辈打电话 或者说要敬酒 这些细微的地方都是我非常讨厌的 可能我忍受了很多年 还有细微之处也是因为我身边人 家人也有力气 然后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相处 就和他们在一起相处很窒息 会跟家人起冲突吗 会啊 吵得我 就是我 我不是从广东回老家吗 我凌晨四点多到的家 然后我爸让我六点多去面试 因为他只要看到我没有工作 他就是要每天想吹我去找工作 我凌晨六点多 他就要让我起床 让我去找工作 把我真的气到不行 跟他吵起来 吵起来之后 我真的觉得根本讲不通道理 我也不想和他们相处 然后就一个人跑到广东去了 所以后来又回到广东了是吗 嗯 对 我最后都在广东 然后最后就遇到我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中国的 网络也不自由 这一点 是因为我 我感觉我是需要天天上网的人 哪怕说我不需要浏览外网 但是我也必须要能 互联网一定要自由 因为我真的无法忍受 就是每天只能上中国的网络那种感觉 感觉像是和世界隔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围墙一样的 以前有微博的时候 我会发帖吗 因为我以前 其实以前有一两年我是粉红其实 嗯 但是可能还是因为我天生比较反骨 就是看不惯强者欺负弱者 然后慢慢就清醒 信过来之后 我就在微博上发表一些动态 QQ还有微信我都发过 但是呢 Q微信好像都没怎么封过 但是微博把我封了 封了之后我就没有再用了 嗯 然后我就就辗转了YouTube上面 然后去评论吧 反正我是觉得中国的网络 很不自由 让人觉得很难受 我在广东大城市 我觉得那边的 可能还是因为大城市吧 人会传染人吧 所以人的素质会稍微比小城市的人会好一些 呃 我在他那个城市 怎么说呢 很喜欢抽烟 特别喜欢抽烟 然后感觉土坛 我因为这个事情和他们那边的人超了很多价 我还有就是在火锅店和他们吵架 吵得我整个人气得都胃都疼起来了 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难受的一点 就是这些点吧 会让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戴戴中国吧 还有很多你没有讲 他不太上去表达 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 我只是暂时能把我想说的说出来 因为其他人我突然想不出来 还有哪些 没事 慢慢想你可以把机会再还给Jeffrey 那Jeffrey你呢 我的话 其实我基本上没有粉红过 我当时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因为灵异的事件 加上我妈妈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街道下去 接触到天主教 后面又通过这个天主教的信仰 就解决了我身上的那个灵异事件 然后我就跟着我妈妈一起信主 信主了之后 后面 为什么我会说没有粉红过 是因为我会看到 当时还小十多岁不到二十岁 我就会 十七岁 十八岁 十六岁这样子 我就会看到说 为什么政府的人要来刁难教会的人 我说教会的人 我发现他们很多 大部分都很善良 很热情 和那些社会上出口称当的人 都很不一样 为什么这些信天主教的人 这么善良 政府还要来刁难他们 当时就在我心里 会怎么刁难 那个时候我不懂 就是会来要限制你这个 限制你那个的 当时我还小 就大概就是限制你的一些 基本的非常和亲 和你合法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就不懂 为什么要来刁难 包括他们去朝政的时候 我也遇到过那种刁难 然后我就觉得 很莫名其妙 有的时候是官商勾结 都是我亲眼目睹的 然后我都还会和我妈妈 还有交友一起去闹 当时就买下一个种子 就说 既然是政府 政府要为人民 为什么这么善良的一群人 政府要来刁难 直到慢慢的长大 直到我离开了中国 到了其他国家上大去 接触到了更加多元的资讯 多元的讯息 知识面等等之类的 我就慢慢的就 从普普通通的一个 中国基督徒 变成了一个 逐渐倾向于反罪 后面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中国政府 要刁难这些 有正信信仰的基督徒 为什么 可以仔细讲讲吗 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你的基督徒的身份 跟你的性少数的身份 我知道好像曾经 有一些冲突 或者说在你妈妈那 有一些 曾经的一些磕磕绊绊 我想不知道 你方不方便讲一讲 可以 好那行 那请讲 另外呢 我就想知道 就是出国读书的经历 会怎么重新再回看 你自己 教会被打压的状况等等 其实我很想回答 我很想分享一下我的 其实我一直想过 想去找那个YouTube上的人来采访我 我一直想过 就是说我想把我的一些认知 我看到的主观的客观 我都想分享出去 告诉大家是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说 中国共产党政府要打压 宗教信仰人士 好那可以先从你个人的故事开始 我们慢慢来讲 我其实如果想知道我的大概的一些情况 可以去看一下 天佑 Bobby Pray for Bobby 这部电影 它是真人真事 然后看苦了感动了很多人 里面就涉及到同性恋者和基督信仰 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真人真事改变的电影 然后我就说到我自己 我妈妈曾经也像Bobby的妈妈一样 就会用圣经的话来 所谓的就是说来医治我 或者是说想请神父为我去磨 好再来个神父他是懂中医的 他就是说是你的孩子不需要驱魔 你的孩子也没有附魔 你只管为你的孩子祈祷 都给天主 然后其实我也质疑过 就是说为什么天主把我造成同性恋 却又让我不能去爱 是最我觉得很挣扎 我觉得不合情合理 我就觉得很矛盾 然后我就一直在寻求答案 我也在问天主寻答案 后面就很机缘巧合的 双眼号的机缘巧合 就认识了中国国内的 同志基督徒平权团契 彩虹平权团契 然后接触到了很多同志教友 然后彼此聆听分享了很多见证 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见证 我就确定 OK天主是爱我的 很多对同性恋的偏见 是源于中世纪的那种认知观 他们把极端大男子主义 这种男权社会的思想 切入到圣经里面 切入到神学体系里面 切入到文化里面 把这个经文诠释出来以后 就形成那种根深蒂固的 比较传统的同性恋那种偏见 后面我连续前前后后和几位神父 年轻的神父都聊到过这个问题 然后有神父甚至都承认说 所谓的俄摩拉和索多玛 其实根本与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当时圣经原文记载的是 那些男女老少的人要去威胁亚伯拉罕 交出路人 其实那两个路人是天使的化身 所以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 与同性恋没有半点关系 而是与他们想要强暴女客 但说直白一点 就是他们想要去强暴天使 所带来的异路 天主的异路 所以说索多玛和俄摩拉 完全与同性恋的无关 因为当时想去对这两个天使化身的 这两位女客 犯罪的男女老少都有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首先 信仰的根基是理性的 就是我也会去聆听科学的声音 生物科学的声音 心理学家的声音 所以我在自我认同这方面 还是比较理性比较顺畅的 甚至包括我也会为我妈妈祈祷 为我妈妈的孔童祈祷 然后我也觉得天主 否听了我的祈祷 有一次我妈妈去参加一个神恩 天主教会里面的一个 医治的一个聚会 然后当时那个老师 就直接对着我妈妈说 他就直接叫我妈妈的名字 他也不知道我妈妈有儿子 还是有女儿 但是他就对我妈妈说 你儿子的问题 不是你儿子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你要反思你自己 也就是从那以后 我妈妈就不再用那种 强硬的态度来对待我的 同性恋的身份了 然后从那以后 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慢慢的从默认到尊重 反正现在就是他的态度 就是尊重 对 嗯 真的很好的故事 感谢感谢 Wilford有什么回应吗 对Jeffrey的这些经历 他这些 他跟我讲过 我都跟他说过了 对跟我说过 我的话 如果是以我的心取向的话 我是很自然的 我就跟一星恋一样 很自然的 就是知道自己的同性 其实我还想扯在一个政治话题 好不好 其实我 我觉得我男朋友 他说的很对 他说我们不要在政治上 撇标签 不要二元对你 他说这个世界是彩色的 不是非黑即白的 所以很多东西 你不要二元对你来看 其实我们自己 我们不是左派 也不是右派 因为有些观点 我们是认同左派 有些观点 我们是认同右派 因为没有哪一派 它是完全对的 因为人他没有真理 人都是有限的 所以对于LGBT这个事情 包括同性恋 平权 骄傲 有限的事情 我和我男朋友 一致认为 其实我们真正应该 叫的名字 不是骄傲乐 而是平权乐 因为时常运动的 它的初心 它的初衷 它的起始 就是为了平权 所谓的平权 它就是众生平等 每一个人的人格尊严 胜而为人的人格尊严 都理应是 应当被平等对待 和平等尊重的 不分性别 性取向 而被平等对待 平等尊重的 然后这是平权的 核心精神 但是现在在许多 包括因为我会泰文 我听说读写评 什么都会 我没有障碍 然后我也去问过 中文母语者的同志 也去问过泰国人的同志 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 因为现在同性恋 交友情里面 有太多人会把他们色情的一面 新批号的一面 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完全是玷污了 彩虹平权游行的核心 精神和初中初心 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反感的事情 其实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来恐同 来觉得同性恋会叫坏小孩 同性恋就是性淫乱 其实说实话 异性恋淫乱的更多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给一些异性恋者 造成这样的印象 我说实话 就是因为那些人造成的 他们在小孩面前裸体 他们在小孩面前搞性SM的那种 其实说实话 这已经完全违背了当初时常运动的 这个初心和它的价值观 现在所谓的同志平权游行 对 应该是叫什么 裸体秀 Cross秀 曼谷的还好 曼谷相对比较保持 裸体秀 Cross秀 甚至是就是来搞 就是那种服装时装秀的 对 你像这一次我们 其实说实话 平权运动 平权交友行也好 平权游行也好 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反歧视 反偏见 反无知 反恐童 但是现在我发现 许多媒体的重点都关注在那些 性感的 变性的 变装皇后的 但他们并不是同性恋者 真正的同性恋 我也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其实你知道吗 我身边有中国朋友 有不少朋友 尤其是直男 都是因为接触了我以后 改变了对同性恋的看法 他们这样做 其实反而是更加深的 对 就是说 就是从以前觉得同性恋恶心 到现在觉得同性恋很平常 就因为接触我 就是我会告诉他说 真正的同性恋者是 我承认 我接受 我接受我自己是个男人的身体 男人的生理 同时我的心态也是一个男人 我是以一个男人的性别 男人的心态 去爱另外一个男人 这个叫男同性恋 但是如果说 我排斥我的肉体 我排斥我的生理性别 我的心里是个女性 我想去变性 我想以女人的心态 去爱一个男人 这个比较同性恋 这个叫跨性别 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两点搞混淆 刚刚你们讲到这一点 其实我也有一些回应 就是首先 就是两位 其实本质上都是从 威权主义国家出来的人 那你们本质上就已经包括了性少数 包括了政治意见者 甚至还包括了基督徒的身份 其实在这种三种少数 或者说相对比较受压迫的族群的身份之下 可能你们对于平权的感受 或者说要求其实是远远高于 可能生在自由世界的人吧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说实话 我觉得自由世界很多人 他们会觉得 他们所呼吸到的自由 就是太 好像是觉得习以为常了 我觉得他们很多人都不懂得珍惜 或者是说有点像太天真的感觉 就比如说台湾人 很多人都很天真 媒体怎么带 他们是怎么性的 因为说实话 就是我在推特上 我也是头疼那些孔童的 那些白人啊 或者是那些其他的什么基督徒 我会用谷歌翻译跟他们说 我说婚姻平权游行的核心 我说不是那样子的 我说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 也不能代表平权的精神 然后我会把我们自己的照片 发给他们看 我说我们的穿着就是很得体 然后我说我们最确的就是平权 而不是特权 平权就是众生平等 神爱 大家一样 大家是一样的 对 我说不是什么特权 我说我也不赞成那种特权 然后我也会用谷歌翻译跟他说 我说特权是来自于独裁政府的手段 平权才是自由民主核心价值的理念之一 我都会这样子去跟他们解析 挺累的 其实有时候加在中间 对 而且我觉得另一个让我感受很深的是 你说其实你在国内的直男朋友呢 当你跟他们面对面去交流的时候 他们不会有什么歧视的状况出现 其实真正的 我觉得相互不理解的状况 就是大家在网上缺乏沟通 对 然后情绪极端 对吧 对 就是很需要面对面的沟通 而不是听风就是雨的大种感受 对 我觉得很重要的 这也就是一个见面 相互交流 沟通 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本质上这也是一个好的 良好的公民社会 所必须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真的 对 除了网络之外 其实有更多的和其他不同观点人交流的方式 对 有可能性 对 其实真正极端的同性恋者和极端的基督徒是少数 其实大部分的人 他们对彼此的物体就是源于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去交流相处过 是的 是的 说了这么多之前的背景 不如讲一讲你们为什么会决定去到泰国申请难民 当然你们也说你们这个2021年在一起 也可以再讲一讲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我先说一下 我在中国遇到的事情 我就直出舞法 无所谓 我豁出去了 就是其实我是在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是做健身操课行业的 我带多种操课 包括多种舞蹈之类的 都是健身舞蹈 其实我在疫情风控以后 然后又解封了那段时间 我的很多同行 他们都转行 他们都坚持不下去了 因为当时在中国 健身房垮了很多健身房 还在坚持的健身房 都是客室杯都减 减半了客室杯都有 然后我还在坚持 我一直坚持到 22年的7月份 我才转行 这一转行就不得了 因为我 我从我回去到中国 我本来说是 回去的 我就回去一年左右 一年多我就 重新回到自由世界 自由国家 但是后面就是因为 正好第二年就遇到风控了 我就一直疯在那里 疯了整整五年 然后在这里面 就是我操课 就坚持到了 2022年7月份 我转行 然后我就发现 就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在一家工作室工作 我也是带团体课 那一次是东京奥运会 然后有一个 日本的男体套选手 叫做 还叫什么忘记了 他很帅 然后我就说 哇 这好帅 我好喜欢 然后我的同事就说 他叫我名字说 什么 我没有听错 你居然喜欢着日本人 我说他帅 我喜欢他 而且他很优秀 他说你是中国人 你怎么可能喜欢日本人 我说我喜欢一个人 我还要去看他的国旗吗 我有病吧 还是你有病 然后后面 他就没和我吵 后面直接在工作群里面吵起来 吵起来以后 我就说 他是被重生教育失落 我就各种就是说怼他 外国女生他怼不过我 然后就是 后面我只干了一个月 干了月底 我就跟老板说 我说老板我要走人 我说我这等待不下去 我说家庭观不符合 那老板人也还算是有良心 一分不少的给我 然后我就走了 后面到了 某个商城里面工作 然后什么什么 七一八一都要发那个什么 见党见军的 不好意思我不发 我说工业工作 我不干涉政治 这公司让你发你就发 不发就扣你钱 我说你扣钱 我不发 然后反正你干了 没多久我就走了 我就是发现 我在中国这种职场之下 我待不下去 我真的待不下去 就涉及到很多政治方面 就是要强迫你去 做一些政治上的表达 我觉得很恶心 哪怕你不是等人 后面有一次 就解放以后 我跟你说我在中国 我在大街上 我和中国人吵架 真的是说了很多 在现在我看来是很勇敢的话 真的很勇敢 举个例子 有一次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过地下通道 他要让你少吗 要少两次嘛 然后刚从地下通道 进来要进商场 又要少两次嘛 我觉得好累 我当时就声音 大就说了一句 我对着我男朋友说 我说亲爱的 我说只要他开放边境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国家 真的太糟糕了 太累了 然后就有个女的 转过头来 她准备要进商场了 她转过头 放对着我说 你可别忘记了 你现在是 脚踩在中国的土地上 你连呼吸的空气 都是中国的 然后当时我 我好想骂他 当时我已经准备好台词 我想说的是 你现在呼吸的冷空气 都是从西伯尼亚来的 你要不要去感染一下普京 我真是准备要脱出口 我已经想好 怎么去怼他了 然后我男朋友说了 我男朋友对他 喊了一句 Shut up bitch 然后他就转到你走进去了 我跟你说 这种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我跟你说 我真的是 说了很多胆子很大的话 然后当时我体制类的朋友 就跟我说 包括我家里面的亲人说 他说你真的 他说叫我们就说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不适合待在中国 你这么不适合 在中国之团工作 他说你再这样下去 你一定会被喝茶 会被抓 然后后面 也确实 后面存了一些钱 到了八月底 从我蓝涌就直接 飞到了曼谷 你知道吗 当时因为小红书上 有人在制造教育 说这个绿卡被 施拉根的护照 什么被截 然后某某人的 两天就都被翻看 然后被进去 我当时我自己都有 都快得抑郁症 那种教育 因为我当时我想 我自己说了好多胆子 很大的话 有没有人偷拍下来 有没有保证下来 有没有去暗地拘报我 当时我就跪在某个机场 然后在那个祈祷室里面 我在那里念玫瑰经 我彻夜睡不着 念经期的 然后后面出来 就很促进 非常司法顺利 然后直到落地曼谷 我的心才安全下来 才平安下来 因为我好担心 我有那种焦虑 我要担心 会不会突然说 飞战有一个政治敏感人物 需要你调行 回到中国 我当时 我跟你说我这样的焦虑 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我们在那个 同性恋者移民群 你知道吗 有些人在分享说 他们落地纽西兰 落地加拿大 他们都哭了 他们是真的哭了 他们压抑了太久太久 都得抑郁症了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泰国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到泰国的 我们是旅游签进入泰国的 然后因为泰国 我是听说读写评 都没问题 算是我现在的第二语言 加上环境熟悉 有朋友在这边 可以照应一下 所以我就带着我男朋友过来了 然后加上对同性恋友善 是这样 那当时是有什么长期的准备吗 其实一开始封空的时候 我说真的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要这么快认出中国 因为当时我挺想念家人的 但是当时我的操科事业 虽然说在疫情解封后 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子 如日中天 但是还是获得 许多会员朋友的认可 我还是工作起来很开心 充实 我都没有想过 要这么快认了 当时我想的是 可能等到中年以后再认 但是直到后面转行以后 我接触了其他的职场 我发现了职场里面的丑陋 裂根性 加上这个政治言论自由 还有政治表态方面 越来越压缩 越来越紧绷 越来越利息 越来越重 我就加上我发生了很多 不愉快的事情 像我朋友 我的亲人都说 你这样子下去 你肯定会被抓 所以我就赶紧离开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或者说你们申请难民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生活在中国很压抑 你知道吗 见过我的朋友都说 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 然后非常外向奔放的性格 但是你知道吗 我居然可以在那几年 短短两三年之内 我就得了抑郁症 我经常跟我男朋友抱怨说 我好想自杀 我好想自杀 已经到达这种程度了 然后回到泰国半年左右的时间 我发朋友圈 我的朋友都跟我点赞说 你现在看起来 比在中国的时候年轻多了 你脸上没有这种苦巴黎的感觉了 就是真的 我在那种环境 我生活都很压抑 我感觉有自欺 因为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 我不想戴着面具做自欺 我更不想去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 去发什么庆祝 什么建党建群 那就永远无关 所以当时你们在 泰国申请庇护的过程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比较艰难的过程 或者说需要 需要怎么样的步骤 没有 我男朋友很顺利 因为有些人说 当天去还不宜拿到卡 我问过一些 中东那边来的拉面 有这种撇角的英语问的 然后他们说 有些人是两个星期拿到卡 有些人是过了几个月拿到卡 我男朋友是当天就拿到卡 然后后面 因为我和我男朋友同时 去联合国拉面署 去面试的 去面谈的第一次 然后后面对方就问我说 你来申请过吗 我说我申请过 然后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 我说当时 我是太想念家里面的 家里面来接了我 两次再把我接过去 我说当时对中国 还抱有一些美好的幻想 我说这一次 幻想就彻底破灭 然后他们让我写成信 来参数这个事情 我就写成了台语 来参数这个事情 信递给他以后 他就说 因为你是第二次开案 第二次开卡 所以等拿卡的时间 可能稍微久一点 这样子 就基本就是这样子 两个月 两个多月就一年 可以简单讲一讲 这个申请的流程 和一些经过吗 就是拿着你的护照 区域申请 然后他会和你面谈 他会问你很多 涉及到个人的问题 尤其是政治 宗教信仰 还有一些 主要就是政治上的问题 然后他会做笔录 做录音 做笔录 然后他就会 我男朋友就是 他问完以后 大概等了没多久 然后直接给了 我男朋友一张庇护卡 然后对我就说 是因为我是第二次开卡 所以说要等久一点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没有什么复杂过程 其实只能证明 是一个难民 只能证明 是有没有其他意义 所以在当地 申请难民的 中国人多吗 套用某一位 曾经在联合国难民署 工作过的一个姐姐 跟我透露的一个话 就是说 就在联合国难民署 申请庇护的人很多 中国人其实挺多的 但是他说 有九成以上都是骗子 他也是这样子跟我说的 所以这里有 也是五花八门吗 还是 对 五花八门 包括现在我自己 都已经成为了 联合国难民署的 一个合作机构 叫做泰国天主 叫耶稣会聘请的 一个泰宗范音员 我都自己去帮助难民 可以讲讲这样的经历吗 我也知道你们在泰国 都已经找到了工作 所以不是就讲讲你们的工作 再包括Jeffrey 帮助难民的这些经历 怎么样 我刚刚被聘请上 我的第一份工作 翻译工作是在 6月20号才开始 对 6月20号才开始 那讲讲你们之前 我知道你们也好像 为了生计也要打工 是不是 我们一直说要打工啊 对 他以前是在一家 Otop店卖泰国工艺品 一天12小时 后面他无法忍受这种 然后你请假 还要备扣工资 然后老板是穆斯林 他因为无法忍受 这种脱削 他就离开了 然后他现在 是在一家很大的公寓社区 里面做专业保洁 时间比较自由 然后也比较轻松吧 对 就是自己可以有 业余的时间 可以做其他事情 可以去健身啊 或者说去到处逛逛 或者去商场里面学习 一下都很OK 比上面第一次来的时候 这一份在卖东西的工作 好太多太多 而且工资还多一些 Jeffrey呢 Jeffrey之前 到泰国之后的工作 就就是因为有语言优势嘛 所以 对 就做各种兼职 像明天就有那个 线路广场的商业翻译 有翻译 有中文老师 带自由行的团队 这样子去玩 所以你们两个人 在泰国的生活怎么样 能够照顾好彼此 然后只要不奢侈的话 还是过得挺惬意 很自由 很惬意 只要不奢侈 很开心 对 而且身上有一些存款 但是主要是我们现在 要存一些钱 所以说没有说是很大的开销 因为我们要存钱 用作机票和签证费用 还是比较节省的 生活上还是比较节省节约 所以在近期 有没有会经常跟国内的朋友交流 比如说讲一讲自己在泰国的经历 或者他们 有没有听他们分享 分享 会啊 他们有些人 他们都自己都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 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都觉得再怎么赚钱 感觉好像是那个贷款 就一直还那个贷款的感觉 然后他们也想论 但是有些人就不敢论 因为他们不会外语 然后就怕论了都会饿死 然后反正是很吐槽 对啊 我也不会太语 我们照样待得好 但他们没有我这样的伴侣 其实没有 不会太语的话 其实你会 比较英文 其实你会用Google翻译 这样可以自己租到房子 是不是 他们也会找我们倾诉 就吐槽 就是说现在活得很累 很压抑 然后也有开店做声音的 说遇到一些奥客很拽 然后自己吃了闭门亏 什么什么的 很糟糕 整个人文 社会道德 戾气高免很糟糕 也有说这些 经济压力很大 也有说这些 看朋友圈说 羡慕我们生活 其实很多人比我们有钱 但是唯一缺少就是有气 因为你来泰国 你有钱 你不可能会活不下去 你不用担心什么 其实我说实话 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 或者认识的一些 泰国的中产 他们比我们有钱 真的 甚至有钱的多 他们自己都亲口到命 说没有我们活得开心 就活得很累 越追求钱 越不会开心 就他们自己都觉得说 活得很累 对 就感觉我们的朋友圈 就是像那种 就是看起来 我觉得我们活得很充实 但是也确实挺充实 我知道当时应该是 Wilfred算是跟着Jeffrey 或者Jeffrey是一个主导的 去到泰国的这个决定 那当时Wilfred 对你有没有什么紧张 还是 我没有紧张 因为我没有认识他之前 以前就想要离开过中国 然后正好遇到他 正好大家有一样的想法 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话 其实和他讲的差不多 但是没有他这么多精力 而且我的心是比较大的 我的承受能力也很强 所以中国这个社会环境 再烂的话 我都可以很开心地活着 但是我还是比较清醒 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 没有让人没有安全感 共产党的政策 今天是这样明天那样 可能会搞不定哪天都不看 你都出不去 所以这是我唯一会比较担心一点 然后以至于说 我一定要和他离开中国 其他我倒觉得都还OK 所以你们也说过 就是两个人的下一步 可能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是可以分享分享吗 就想主动去 我就是说不要 就是不想单纯的 只是等那名鼠 这么一个条路 要主动去为自己去开拓其他的路 其实那个难民国 那叫什么呢 有难民属 郁文说 他们说每年 其实能够真正被庇护的不到1% 不仅是不到1% 而且就像套用某一个前员公说的话 有些被庇护的人还是骗子 我的天啊 就是真正需要被帮助的人 被滞留在泰国 而骗子却去了其他国家 对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没有记太大西瓜 所以而且现在至少你们两个人在泰国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做到自立了 所以可能整个的状态会很不同吧 对 完全OK 其实我说实话 我身边的朋友都说 像我这种泰语已经到达这种程度了 他们都说 我中文堂的朋友说 如果我是拿着合法的工作 前员在泰国的话 他说我是直接可以横着走 我说然后 其实我这人是真的不太追求屋子上的 我只想 有些人他是靠做房产 做灰产赚大钱 那些东西我都不care 我只想做一名中文老师 然后再教泰国学生的同时 想把一些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传递给我的学生 告诉他们 避免他们以后长大以后 被中共洗脑 不仅是中共 只要是集权国家 对 我的梦想就是想做 要么就做动物保护者 要么就做 说直白一点 就是我也想去做一个 可以自给自足的农民 和我堆在一起 要么就是我就做一名中文老师 然后教中文的同时 传递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然后告诉他们 中共是怎么样的去渔民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嘛 最终的目的 不是为了开心幸福吗 是不是 不可能每个人都当父 可是当很有钱 所以如果我有合法签证 我是真的可以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成为 一名很好的老师 为学生负责的老师 那么你们现在的签证状态 会对你们找工作啊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现在就没有是签证啊 我现在就 我是在等我的卡 我男友是已经拿到卡 我现在是在靠着卡 我们已经 靠着卡的太多过日子 我们已经滞留了 差不多 已经快一年了 马上还有两个多月 就一年了 对 就是打黑工嘛 因为我也想过要出去再回来 但是我出去再回来 人家泰国就不让我们进来 嗯 所以说打黑工嘛 其实我跟你说 泰国 我们一开始 是想去菲律宾的 因为菲律宾 它第一 它是英语国家 我和我男友 很想把英语学好 第二就是 它是天主教国家 它的教会 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和保护 第三就是 它和中国的政治方面 比较割裂 而且它就是说 你在菲律宾 你发表一些反共的 很赤裸的言论 其实你是不用担心 被宣判什么的 第四就是 它是联合国难民署的签约国 可惜那个时候 没有开放 对 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难民来说 你在菲律宾待着 其实比你在泰国 还更安全 但那个时候 菲律宾没有开放过 那时候 对 没有开放 太遗憾了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新闻都也提到 其实在泰国的华人 如果是相对比较有一些政治立场的话 可能还是有会受到很严重的威胁 是这样吗 对 所以我们都不去参加 其实我们在美国的牧师也好 还是我们接触到的一些 已经去到加拿大的教会的难民弟兄也好 他们都盯住我们 不要相信那些中国人的名誉 不要去参加任何的民运 更不要去大使领事馆抗议 对 然后我们都不会去的 我们也确实不去相信他们 也不去参加 那我其实更关注的是 未来可能 因为你们现在的身份 没有办法做一个正式的工作 那你们怎么考虑 未来一个长期的打算呢 我们其实还是比较乐观的 因为我们还是想主动去申请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 美国那边的教会给的担保性 我们只是碍于说 目前机票费和签证位还没有存到 还没有存够 加上我们的英语还比较烂 我们如果到了美国 其实更不好活 反正现在在泰国 我有语言优势 加上泰国这个国家是一个 很友善 很惬意的国家 活得会比较 更容易生活下来 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 暂时是要先提升英语 然后 然后顺便 顺带着学点西语 然后看一看到的去 一些对同事恋者非常友善的 一些英语国家和西语国家 去申请领事馆去看看 为你们 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位 好像每一步都是有 很认真的去思考 而且就无论如何 不断地在努力 进修 在学习 尝试把未来好像 调整到一个更好的 这么样一个状态 这个我是觉得很好的地方 因为我们相信 天魔决定之路 反正我祈求的 一定会得到英语 我们相信我们求的 一定会得到英语 一直保持乐观心态 正好 我觉得今天聊的 很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从你们两个人 特别的背景 然后到你们两个人 特别的路径 而且好像 好像一切的 所传闻中的 那些看到的困难 在你们身上 完全都感受不到 反而转化成为了 非常正向的 这个算是正能量吗 我觉得 其实我们很 很enjoy 现在当下的这种生活 因为我们 当时我 我会时不时 跟我男朋友说 跟他说 亲爱的 你要相信一点 等我们以后到第三国 我们一定会 怀念泰国的生活 怀念泰国的一切 虽然说怎么说 虽然说现在泰国 氛围很安逸很自由 但是始终想着这个地方 始终那不是合法 对 始终我们想着我们自己的身份 而且想着始终不是长久的 对 不可能一辈子待在这个国家 也不可能待太久 都不行了 我们必须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 其实我说实话 根据我以前的经验 我以前去大学的经验 其实情感经验 其实我也跟我男友说过 就是说如果说 我稍微自私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 是一个势力的人 是一个只为自己考虑的人 我完全可以去找一个泰国 男朋友在一起 然后那边 可以把我照顾得很好 然后可以和他结婚 然后看通过什么样的 发明手段 去慢慢的去加入 拿到永居卡 或者是什么 或许以后修法 还可以入籍 但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势力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自私的人 所以说 我说实话 也有泰国人喜欢我 都是那种 知道我的情况 表示他可以接受 还想照顾我的 我也遇到过两个 两个三个 但是我还是拒绝 然后我内心还是舍不得 我的另一半 因为他和我 我们两个相爱 不仅仅只是因为说 外表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共同的信仰 然后对未来有共同的 创景的生活方式 好好 非常感谢你们两位 分享你们这种 非常非常乐观的方式 可能觉得 对很多人来说 你们两个人的 现在的状态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漂浮 或者说 很难以 难以确定的状态 好像对你们来说 却能够非常享受 感谢感谢 那我想今天 我们的podcast 大概就到这里 以前我们的访问 经常都是去美国的时区 或者是欧洲的时区 那么我们今天呢 是泰国的时区 可以告诉我们 两位 你那边几点吗 我们现在是 11点25 现在是泰国时间的 晚上11点25 好 那感谢两位 和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 why now 你那边几点的podcast 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Jeffrey和 Wilford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